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群会 我是范英华 今天加全几出的部分又是一个大跌的格局 今天跌比较深 跌了105点 最后收盘收下了8536点 今天量能是萎缩的 但是看到这个跌点怎么跌了百点以上 那个投资人还是会觉得有点心慌慌 那么今天来说的话 在OTC相对是比较有称的 最后面还维持在一个小红的格局 可是今天很多的个股 包括了一些比较全职性的电子股 在今天表现都是比较弱势的 另外塑化金融 在今天都是压盘的重点所在 不过盘面上还是蛮厉害的 生计股甚至是一些光通讯族群 在今天还是有所表现 盘市走到这边 大家说这个月线已经是守不住了 接下来有机会可能会回测到季线吗 会这么糟吗 要怎么来看待这个后续的盘势 我们赶快要邀请到市论云投股的 曾分音师王信杰 信杰哥你好 又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晚安 信杰哥这个加群指数好像从这个 马锡汇之后开始就往下走 到现在又是跌掉一百多点 那么走到这边连月线都守不住了 接下来怎么看 我想其实谈到整个大盘加群指数部分 其实除了在整个受到昨天晚上美国股市众出的影响 台股今天是直接开地走地 再下跌白点来做手 如果你是我们整个股市群会的忠实观众们 或者你是我们FB粉丝团的一个 FB股市群会粉丝团的投资们 都非常清楚 其实在谈到整个大盘加群指数的部分 来看这边 当时在8850点的时候 也就是当时短线这边的连续的几 短线的几天几早喷出的时候 来到8870的时候 我们在8850点上下附近的时候 当群市场一片乐观 都告诉你这盘要持工9000 甚至很多人告诉你 这个盘子要走什么 多头回升波 什么马锡汇的两岸和平 红利等等 它股伪力多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跟投资们讲 外资在台子期 已经在开始怎么干嘛 连续好几天的在减码一个多单 有没有 在8850点附近 我们说你看到外资当天买超200多亿 但是它反而是在 在期货是在减码多单的 所以这边的一个外资连续的大买超 这根本不是所谓市场上 所谓的一个资金行情 如果你因为这样子想 而在8800多点 才跳下去买股票的投资办 或者去做多一些相关性的 金融衍生性商品的投资办 你今天回过来看 几乎都买在波段相对高档 好那整个大盘家群指数的部分 我想这一波在压下来过程当中 我们都非常清楚明白告诉投资朋友 我认为除非在整个美国人指数转强 或者外资在整个尤其在期货的动作 有在低档开始回补多单的话 甚至除非有在低档开始回补多单 如果外资是持续的在这边减码多单的话 那我们讲过了嘛 这一条叫做季线 我想早在前两三天已经跟投资朋友讲了 这条季线是在八千三百多点 应该不排除在整个这一段时间 有机会来慢慢的来回撤一个季线 有机会来回撤季线 那我相信不是说今天大盘指数 灌破月线的一个支撑 我们今天才在节目当中跟你讲这些话 我相信不论我在FB股市群会里面所po的文章 或者我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 都跟投资朋友讲得很清楚了 整个大盘加权指数 本来就有机会在这边回档过程当中 来回撤季线 那这个盘虽然短线压了几天下来 但是我们讲过嘛 上有年线压 下有季线支撑 所以短期间这大盘的加权指数 我想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仍然还是一个区间震荡的整理格局 仍然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格局 所以如果就整个大盘加权指数 短线如果下来越接近季线上下附近 你越反而要注意另外这个短线买点 就好像当时来到这边 越接近年线的反压区 你反而不是去做追高买进 反而你要注意怎么样 短线的一个多头一个回码 叫一个拉回整理 好 那如果整个大盘指数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讲过嘛 指数是个区间震荡整理 个股的怎么样 多空的表现差异就非常很大 那也许我们在之前 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是 比较不会明显感受出来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之前大盘指数在这边震荡走高 还撑在这边的时候 指数还没有短线明显的拉回之前 也许你感受不到一些 弱势股的一个威胁存在 那你会发觉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股票 或许当时还会在那边混水摸鱼 或者在那边什么 他盘好他撑在那边 但是你会发觉当最近这几天 大盘指数在回档过程当中 这些比较短线转落的 甚至是中期转落的一些股票 一档一档的慢慢的都跑出来了 俗话就像整个股神巴菲特所讲的 当海水退潮的时候 你就知道谁在挪泳的 当海水退潮的时候 你就知道谁在挪泳的 换人言之 当这大盘指数建到8850的短线高点 下来整理过程当中 指数也不过目前回档个300多点 你就看到很多股票 已经少着跌的十几二十%下来的 所以我们也利用我们的软体的指标 也跟投资要筛选出来的 一些短线或中期转落的股票 你要特别注意 包含你会发觉这些股票 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一些 短线甚至中期转落的标的里面 那包含你来看看这些 我们之前跟投资讲的 凭概股你是尽量多看少碰 我们一直跟投资强调 不论是苹果的平板电脑 或者说在整个iPhone 6s的智慧型手机 其实卖的都没有预期的好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 凭概股第三季财报虽然不错 但是你要利用公布第三季财报 你要利用凭概股公布十月营收的时候 这些利多反而是早卖点 而不是早买点 那我们看到这档股票 你会发觉6176的瑞宜 这个指标是不是在前这两三天 已经在高档再度出现转入一个讯号 那今天的瑞宜一根长黑下去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整个法人在持续调节瑞宜 是不是很明显看得出来 整个中期的一个什么 提防整个中期的头部引然成型 今天其实尾盘已经杀到93块多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下6176瑞宜的分时走势图 对不对 6176分时 有没有看到今天尾盘一根长黑下去 已经怎么样 说在最近这两三个月的破坏心底 整个中期头部引然成型 而过去这段时间的 短线的一个沙盘过程当中 我们很清楚看到 法人是持续在调节他的多单 但是如果你搭配整个农资水位 你会发觉 最近这几天的压盘过程当中 农资是反而在逆向增加的 那投资偶必须要告诉你 有一些股票如果不对 你千万不要碰它 反而你应该尽量做避开的动作 那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现在跟投资朋友讲得很清楚 对不对 如果 有时候在高档区的震荡过程当中 好的软体指标 不仅可以在低档 告诉你 转强了买进的股票在哪边 但你做多 同样的 在高档转弱 你看这波从8850下一个过程当中 对不对 你如果拥有软体指标 你可以自己检视你手上的股票 我相信一些高档转弱股票 你绝对可以避开 你绝对不会套牢 但你会发觉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你举例的这些股票 6176的瑞宜 是不是在高档出现一个指标转弱的一些标的 就已经下去了 除了瑞宜之外 我想这边其实都有 都有蛮多股票 其实不止这些股票 我只是稍微举了几檔股票讲 1589的F有关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一下分时走势图 对不对 那你会发觉今天是长黑下去 看K线图也是很明显 最近这几天已经从230几块跌到190块 那我相信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中国大陆针对整个风力发电的一个补助 是在做个什么 消极的动作 这个都可能会未来影响到 所谓风力发电股的怎么样 未来的一个获利和变化 那F亚德昨天我们讲过了嘛 股价已经跌破季限下去了 甚至你会发觉 3706的一个神打 今天你来看 导播可以的话帮我们带一下 3706神打今天分时走势图 今天重错8点多% 差一点跌停板 10月营收地减 3596的字役 今天也是一根长黑 3596的字役 有没有发觉 也是一个长黑下去 甚至包含在整个9924的一个复兴 你看公布财报之后 今天是长黑重错将近8% 好那其实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我们刚才也讲的 如果有上述更何股票的问题 投资朋友 或者你自己手上的股票 经过最近这几天震荡整理过程当中 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股市群会 透过我们线上服务人员 让我帮你做持股诊断 不然你也可以透过FB股市群会 你私密我 公拍板面 我讲过了很多次 这是金管会的规定 在公开板面 我就不方便做任何回应 如果你有任何股票 现在可能被短套的 套老的或套得比较深的投资朋友 不晓得该怎么处理的 手上股票该流该卖的 你都可以跟我做一个联络动作 那我讲过 其实在股票市场的操作什么 赢家的操作宣法就在那边 当回答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尽量避开 不管是高档转落的 或者中期转落的股票 那如果当你比较积极的 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软体指标 针对这些高档转落股票 去做一些避险放空的动作 同样道理 你也可以利用 做多一些转强的标的 那除了这些标的之外 我想包含在整个 之前也跟投资朋友分享过的标的 6143的一个政要 对不对 这档股票 你会发觉 在整个我们的软体指标 也是一样在前几天 就已经开始在高档 出现一个转落的讯号 有没有发觉在七天之前 高档区的时候 政要已经在高档 出现转落的卖讯 那昨天出现一根 公布十月份的营收 写下今年新高 反而是利多出来的 短线一个 一个什么 短线一个卖点的浮现 今天的6143的政要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也可以帮我们带下 一个分时手势图 有没有看到 今天是一个重挫七点多% 收在相对低档一个格局 那其实谈到这档的标的 为什么特别今天 跟投资分享这档标的 很简单 因为之前也很多投资朋友 来问我这档股票 对不对 我说这档股票虽然第三季的获利 高达四点多块 出乎市场意料的好 但是因为仔细去看 那个获利内容 全部都是汇兑收益 第三季本业却是意外的 呈现亏损的格局 好 那也因为这样子 第三季的本业 低于市场以及法人的预期 所以你发觉 自从这一根的黑棒出现之后 那高档出现转落现象 你去仔细看看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法人根本都不会想再去买它 甚至在这几天震荡的过程当中 任何时候短线的反弹 你仔细去看法人 一定手上有的一定开始做一些 反而是做一些解码的一些动作 那这档股票你会发觉 今天直接一根 长黑下来做一个震荡整理 那为什么在这边 跟投资朋友谈这档股票 很简单 我想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虽然整个11月以来 我们也坦白讲 我相信个头只有看得出来 最近大盘指数是一个 拉回震荡整理的 短线已经回檔了300多点 虽然指数在回檔过程当中 我们在这个月到目前为止 的操作绩效 当然不可能跟10月份的时候那么比 动不动有30% 甚至有高达70几%的 F风向的一个获利存在 但是到目前为止 你会发觉 我们仍然可以带着我们家组成员 创造细效 而且别忘了 最近这一个礼拜以来 大盘加群指数 是从8871点 回檔到现在8500多点下来 那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 唯一之前在高档 也跟你讲的 如果当我们做错的 看错股票的时候 或者认为这档股票 不论是基本面 或者短期的走势不如预期 我们一定会设一个停损停利点 你会发觉我不会说我们是百分之百 我们也不会像其他专家 永远都只有赚钱的标的 永远都只有什么 涨停板的标的 我们一样 秉持着我们的操作原则 10党股票 累积操作10党 我们让你赚个8、9党 累积做5党 我们让你对个3、4党 到目前为止 这个月以来 目前就是政要想要赔出场 但是你回过来看 如果当时政要你不卖 对不对 如果当时政要在高档区 你不愿意跟着我们卖掉 对不对 你持续自己留着 或者跟其他专家一样 还在逢低加码探评 我相信今天的这根长黑 你会发觉 你越套越深下去 你会越套越深下去 那我们不如可以等到哪一天 政要或者其他一些 我们刚刚所讲的 一些中期已经转弱股票 修正完了 整理完了 我们回过来要买它 我们再买它都还来得及 而且你会回过来看 这些股票 都比最近我们卖掉的价位 都还要便宜很多 这代表是我们认了一天 它整理完了 我们要回过来买它 我们都可以买的成本 比其他投资朋友 比其他的同业的专家们 他的会员们的持股成本还要低 这个就是股市群会 跟其他专家最大差别在这边 我们不是只空投 从7200多点 沿路被嘎到8800多点 我们更不是死多头 永远只会做多 而且不设停损停利点 那回过来我们说 除了利用我们软体指标 现在很重要是说 当整个指数回档过程当中 你可以让你深刻感受到 如果你拥有软体指标 的过程 你可以避开一些高档的转弱股票 针对你手上的股票 可以做一些检释的动作 但是也同样的可以利用软体指标 来做一个做多 比方说我们在前几天跟投资分享的 你看这个是软体指标在低打这边 出现转折的一个买进讯号 1467的栏尾 是不是短线就是急涨三天 那这档股票 我想我在节目中跟你讲过 这种它以栏尾来讲 你就用短线操作就可以 三天十几%可以放口袋了吧 对不对 那以后这边再怎么震荡 你就不用去理它 这个是一个短线 甚至包含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帮各投资朋友 精准的掌握到 每一波把人在什么 低档索码的一些标的 包含在整个当时的太阳能的浴金 对不对 甚至在整个高价股的 你喜欢做资金水位比较大的 喜欢做高价股的投资朋友 当时我们跟你分享到的一个 三六九月缩合 党党都是股票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甚至包含在整个机车班长的 5288的F风向 这一波更是从71块 短短13个交易的时间 飙涨到多少 127块 来到这边高档区要开始做震荡 我也跟你讲了 你可以见头就收的 上面留给别人赚 短期间留给别人赚 也可以留给别人套 这一段最飙悍的这一段 我们帮你掌握到 股价写下整个历史新高 那为什么F风向会这么标的原因留在那边 我想我们之前都讲过 第一个 我们的选股逻辑 第一个从基本面着手 就是获利 今年的获利 你看前三季已经赚了多少 来导播这边稍微放大一下 前三季已经赚了5.35元 去年赚 一整年赚5.77 那我相信这随便怎么赚 今年都可以赚赢 去年的一个5.77 代表你的选股逻辑是 今年的获利 要比去年还要好 然后法人界认为 在拜访过公司之后 或是听完公司的所举办的法说会之后 认为明年评估过后 明年获利有机会 优于今年的这些低本益比的成长股 而且如果以 F风向 今年大概可以赚到7块钱左右 你看当时在71块 本益比是只有10倍左右 对 这种本益比只有10余倍的 获利成长股 搭配低档 这是选标股的一个逻辑 你要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 你要赚到大勤的一个逻辑在这边 在低档区 在低档区 法人索码 基本面好的 搭配低档区 法人在低档开始买进 然后沿路买上去 股价就是一波的一个喷出行情 甚至包含在整个有购机车的F广华 也是一样 当时我们在这边跟投资有推荐原理有在哪边 也是因为前三季已经赚了6.59元 对 那前三季的获利 已经即将直逼一整年获利 那今年随便赚也有大概9块钱上下附近 对不对 那去年赚7.78 今年可以赚到9块钱附近 明年法人预估是可以赚到一个股本以上 那当时我们在这边 跟投资有推荐分享这档标的 你会发觉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这大概连续5 6天的时间 这段的短线的一个极大的喷出段 是不是法人几乎清一色 天天站在买方 对不对 那如果法人在那边天天站在买方 你在低档区卡位布局 你是不是很轻松的可以坐在轿子里面 等待市场上其他专家们 等待其他投资朋友们 或是等待法人来帮你做一些抬轿的动作 这样子你是不是可以在股票市场轻松赚到钱 甚至包含在整个字型 对不对 也是一样240块公开叫你卖掉 你看现在已经回到200块上下附近 卖了字型之后 跟你讲的联合股科 我是标股的联合股科 也是在这一段法人的大买超之下 股价从64块拉到86块 大涨的20几块 大涨的30几% 那回过来你会发觉这段时间 其实回过来大盘指数 今天在多少在8500多点 整个大盘的加权指数 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 其实也正如我们所讲的 没有飙涨到哪边去 大盘的加权指数部分 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有大器吗 没有 拉上去又下来做震荡整理 现在还在8500多点 那整个过去从整个10月份 到现在今天11月10号 大盘指数目前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而在这个区间的震荡过程当中 我们讲过的 你要第一个先避开一些高档 或者中期已经率先转落标的 这些股票你不要碰它 当然你要比较积极的去避险放空这些 已经转落标的 利用软体指标在高档出现转落标的 你去做一些空单 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比较喜欢做多的投资朋友 你觉得说只要能够有好的标的 可以做多 喜欢跟着我们脚步做多的投资朋友 同样的 你会发觉大盘加权指数 最近这个区间震荡过程当中 我们一样 能够帮个投资者 搅出量力 带你操作出搅出量力的成绩单 对 整个10月份以来 办这些标的 这个月就算大盘指数 最近这几天回档 我们一样都可以让个投资者赚钱 只有6143的真要 我们刚才也讲过的 小赔出场 那我相信其实 大赚小赔 而且高胜率 就是我们股市群位 跟其他专家最大的不同地方 那如果你真对我们的操作 你认同的 你有兴趣的 或者你有任何问题的投资朋友 甚至你想要跟上下一档 即F风翔 F广华 郁金 年额股课之后 接下来这一档 法人在第一档 开始最近开始索马的 第一本一笔的成长股的投资朋友 你现在就可以赶紧的 跟我们线上分保持联络 好不好 谢谢 我们等一下有更多的个股分析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Come on Spike 举痛心关灭 要举痛先消炎 三支雨伞标 消炎举痛定 不是肋固醇 不是抗生素 三支雨伞标 消炎举痛定 大金R32新世代冷煤 不破坏臭氧层 减缓地球暖化 高效节能再进化 R32让地球更快乐 现在买R32全系列冷暖空调 每组限折2000元 大金 轮源投雇 认真负责专业 结成为您服务 服务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这不是城市 这是探险之旅 这不是险阻 这是乐趣所在 这不是道路 这是前进自由的方向 奥迪Q3 驾驭框架外的精彩 Q33属TFSI 19万配备 免费升级 进化科技 定义未来 20年经验累积 20年经验累积 包大人全新升级 全面守护 最懂长辈的照顾 包大人 空车灵 空白来喝 北大尾 头车来喝 上四十 台湾No.1 国际渔业展来咯 完整呈现 台湾渔业产业链 11月19到21号 就在高雄展览馆 大金R32 新世代冷煤 不破坏臭氧层 减缓地球暖化 高效节能再进化 R32 让地球更快乐 现在买R32 全系列冷暖空调 每组限折2000元 台庆 欢迎来到股市群会 在上个阶段 我们说了有很多的个股 这个小心 随时都会有反算讯号出现 但现阶段 在这个指数的部分 往下修正的同时 还可以来做多吗 还有一些标的可以来选择吗 我想我们刚刚也跟头车讲了 整个大盘这一波 大概会回到接近 机线上下附近 那如果今天收盘 收在8536 你整个机线 大概在84536 330几点 其实也剩下200点 那如果大盘指数可能下档 可能剩下最后的一两百点 那是代表有些股票 已经率先领先 整理接近末端股票 反而各个投资 你应该开始 避开高档或中期转弱股票 然后准备回过手来 再买再低档的这些 经过震荡整理 接近伟生的好的标的 所以谈到一些个股的部分 我想如果你手上 还有6143政要投资票 今天这根长黑下去 接下来该怎么操作 如果你有正要的投资 你自己跟我们线上 分保持点多 另外一档就是昨天 也是突然被杀到 跌停板的市役路的东洋 那以东洋来讲话 其实这档股票 应该是属于被误杀的 因为最主要是市场传言 它的10月营收非常的差 可是在昨天下午所 公布的10月营收 还算不错 至少是高达3.06亿 较9月份是持续成长的 所以它是算是被市场误杀的 那你会发觉 只要基本面好不得标的 就算昨天被乎乱杀到跌停板 今天马上一根藏红 马上还给它一个公道 但是短期间 我认为以东洋来讲 应该还要再做个震荡整理 好 那如果说 谈到这边的震荡过程当中 还有没有好的标的 可不可以类似之前的 F风翔或者F广化 甚至类似之前的联合股科 在高档在这边 区间震荡接近末段的时候 有机会未来喷出大涨一波 股价写下整个波段新高的标的 有没有 有 我们一样帮各头上筛选出来了 其实这档南方之星 我已经锁定它 大概有两三个礼拜时间了 那之前锁定它很久的时间 为什么我都不会在节目当中 特别的跟你拿出来分享介绍 因为代表它还要整理 但是也因为 我们要感谢最近大盘加群指数 最近这几天的 拉回了三百多点 所以南方之星这档股票 最近也有开始稍微下来做整理 但是以它目前已经慢慢接近 一个比较处于 短中期的一个 比较强烈的一个资争区 代表这档股票 可能已经风险很有限 这边你去锁定它 风险已经很有限 而且可能未来 还有股价再创 波段新高的一个 能力的一档标的 那南方之星 为什么未来这档股票 甚至股价还有 再改写历史 新高一个能力 原因留在哪边 我想除了在整个 最主要是在这边 本季是进入它的传统旺季 本季最快本季 就可以有机会取得 美国的怎么样 股质疏松症的什么 要证 好 那第四季是它一个传统旺季 那现在不是第四季吗 今年的获利 已经几乎已经笃定 可以写下整个 获利 整个历史的新高 那今年的获利 已经不仅可以写下历史的新高之外 来 把人乐观的预估 明年的获利 还可以叫今年成长四到五成 那代表是我明年的获利 一样要再度写下 整个历史新高 那明年的获利 可以写下历史新高 这一档南方之星 你觉得它的股价 未来有没有机会 再写下历史的新高 那如果未来股价 有机会写下历史新高 而且目前本益比 大概只有15倍左右 是不是在未来 在震荡过程当中 这一档南方之星 你就要特别特别 特别锁定这一档股票 所以我刚刚也跟头上讲的 如果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你错过了很多 好的股票投资朋友 这档南方之星 你有兴趣的 你想知道的 你想了解的 你想跟上这投资方 欢迎你 现在赶紧跟我们线上 分保持联络 好不好 谢谢 好 今天在外资部分 期货市场 多单稍微减了1600多扣 那么更多的分析 明天同一时间再回落 拜拜